在工业4.0的大环境中 智能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关键 面对智能浪潮 国内的不少企业 也主动探索和布局 争取领先地位 随身谍之父 拿独潘建成受访时指出 晶片研发设计在科技产业链中 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我应该强化这方面的研发能力 群联电子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 独立快闪记忆体控制芯片供应商 每年为全球提供超过6亿个NAND存储器 光是去年的销售额就突破了20亿美元 而创办人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随身谍之父潘建成 他在接受马星社电视专访时透露 现代科技一日千里 要在这个领域实现可持续发展 重点开创芯片设计 打造自家品牌才能走得更远 所以, Malaysia在做很好 在所谓的权益 高度高度的高度 当然,有好益 主要在工程中 但是在设计 我认为中国在探索 台湾在前面 所以,我也是在找到 我们在设计上 我们不在工程中 设计能够更多 但設計不能看到任何回復 所以在接下來的年 我強烈推薦馬來西亞 不僅嘗試製作製作 但設計是技術的根源 出生於雪蘭娥市耕莊的潘建成 分享到 國內有很多工程師和設計人才 無奈我國在產品設計研發方面 不夠成熟 已知許多人選擇旅居海外發展 就算全聯電子想在這裡大展拳腳 也有難度 因為政府更重視的是開發生產線 因此他坦言 開創技術層面的設計研發 更能創造有力的商業價值 但如何使用設計研發展 設計研發展 为了搭上工业4.0的快车 政府在推进工业转型方面 下了不少苦工 包括极力发展和加强技职教育 及培训转型 以迎合工业4.0所需的劳动力 但要和科技强国分一杯羹 还需力争上游 马新社电视采访报道